走进圆培医师科技大学的光宇艺术中心 各式各样非常逗趣的陶艺作品就出现在眼前 圆培的茶陶文创系最近跟气管系毕业师生合作 共同举办了这特别的展览 因为展出作品除了一般常见的茶剧以外 就是一些生活陶趣味陶 用陶器来玩艺术相当有趣 像老师的部分他们都是算是陶艺的创作 所以大概在楼下的橱窗 有一个大橱窗还有四个小窗 那都是老师的创作品 像那边也是比较属于创作品 那学生的部分是以生活陶为主 所以有茶具的部分 还有一些同趣同玩的部分 所以等于是他们这一年来的成果的展览 这个国小课本的内容相信大家应该很熟悉 不过仔细一看 书本作品是用陶土自作的 就连书页也做得很仔细 陶土在学生的手上就像玩具一样 捏出各种趣味创意 那原则上陶艺在现代艺术里面 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 它是把陶当作一个素材去创作 那因为台湾的陶瓷产业 几乎动用到人力的部分都是已经外移或是缩小 所以现在一般来讲都叫做陶艺产业 就是以陶瓷去创作为主 陶艺作品千变万化的外形 加上幼料的光泽 从不同的角度看 会有不同的欣赏感觉 这场原培的陶艺展 从即日起展到6月6号 民众假如有空 也可以选择前往走走 感受陶艺作品的艺术世界 凯布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